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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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Net 强化版MQ 即使支持位及阻力位一途掌握 只要打开eT-Net 强化版MQ手机APP 按报价输入股票代号 第一次是3008港交所 按资金流向 然后再按成交记录 就看完每一宗成交所的交易时间 交易盘类别 是A.ASK主动买盘 还是B.Bit 主动沽盘 还看成交价 成交股数 以及成交金额 而旁边的成交价图 参考价值就更加高了 统计了所有自动对盘 和非自动对盘的交易 以全部录得成交的股价 由高至低排列 右手边所显示的数字 就是成交了的总股数 橙红色的是自动对盘交易 而浅蓝色的就是非自动对盘交易 当中 深红色和深蓝色 分别代表自动对盘交易 和非自动对盘交易当中 总成交股数最多的股价 看哪个股价的总成交股数最多 有什么用呢? 总成交股数最多 就代表在那个股价 买卖双方增持得最几年 如果现价就是在股价黄色底显示那些 高过这个股价 我们可以理解为 当时大部分即市买家 录得账面利润 而即市沽价就处于下风 一旦现价跌穿这个重要关口 就会开始有超短线投机的买家 沽货计数 早前在高位已经来场的沽价 或者会考虑入市补货 所以我们一般会将这个交投最活跃的股价 视为即市 甚至是短期的好担分界线 当然正如之前所说 如果只是计算自动对盘交易 参考价值就会更加高 以港交所为例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456元的总成交股数最多 由于现价在456元或者之下徘徊 如果情况持续 456元就会成为即市阻力位 ETNET强化版MQ 掌握即市关键位 实时分析无难度 ETNET强化版MQ 手机串流报价服务 股价自动更新 隔身功能包括 全城最齐IPL暗盘 资金流向 券商持股比例 瞬间捕捉板块轮动 每月只需88元 加送50元超市现金券 即刻申请 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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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行